平常啊 通常其实女朋友都会原谅这个花心的男人嘛 那我现在讲这个例子呢 这个圈里面这个知性的女艺人 这个知性美女呢 她呢一模一样 哎 世众好像灰很漂亮的耶 那时候先讲就是说她在婚前 所有的包括豪门 企业家第二代 做生意的生意人 反正呢 你举凡你可以想到的 富商俱古都想说 哇 这个女孩子真的气质有够好 然后又有血氧嘛 如果可以取进门多好 所以通常其实很多人都透过什么 她的公司的主管啊 她旁边的身边的朋友说 可以一亲方则 她很坚持耶 她说哎哟 怎么那么坚持 连出来吃个饭啊 认识一下都不要 她不吃饭的哦 你知道不要 不吃饭 自己吃饭 不是 我说就不出来吃公关饭的 没有 而且这个 那或者是说认识一下 交一个朋友 那未来可不可以发展再讲嘛 不要 可是很妙的一点 我觉得这漂亮的女生 就有一个死穴就说好死心眼哦 因为她那时候 其实刚进公司的时候 刚出职场的时候 她就认识了她现在的老公 也就是那时候的男朋友 她就好执着哦 男朋友是做什么的 她其实就是基层的员工 她同一个公司 就是很基层很基层的 也不是主管哦 也不是多了不起的什么 哇 有什么加持费型 反而其实她们的位阶 是有点悬殊的 其实应该是讲说 那时候不会差太远 就是说她稍微高一点点而已 可是后来呢 这个女生就哇 在那职场就是越来越发展 越来越好嘛 那那个位置就哇 越拉越悬殊 那时候她身边所有的人想说 够了吧 这自己不会赔呢 可是当然这是旁边人心里的OS 但是你知道 真爱来者有什么关系 如果这个男生 他呵护你 疼你 爱你 专情 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收入OK嘛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男的先讲 工作平平嘛 我们刚刚讲位阶比他低嘛 再来收入也没有他高哦 在同一个公司 那个收入没他高哦 再来也长得不怎么样哦 这样就算了 花得要命 花得要命 男生这样还花得要命 花得要命 你知道怎么花吧 我跟你讲 有时候你说背着 像这个我们说小内 他可能这个酒把刀劈腿的对象 可能还有一点距离嘛 可是他的老公 劈的那时候是同事 就是劈这个同一个公司的女同事 他就讲说 大家都知道你们职会 你们是等于是 我们讲班队嘛 这公司你们是一队恋人 怎么可能 对不起 这个男朋友长得不怎么样 可是嘴巴很甜 听说很有幽默感 打哭他去嘴 哇 那个女生都觉得 就是有时候被他逗得就是 吵吵 比方他会讲 欸 有没有人告诉你啊 欸 幸存 你真的很迷人耶 有没有男生跟你说 或者说 欸 有没有男生跟你讲 你腿其实很正 就类似这样子 其他没有说要追你干嘛 他就跟你摇摇 你注意到我的腿了 哎呦 你怎么知道 我好像很甜啊 可是这个男人真的是不正经耶 他已经是已婚 对 有女友的 女友 没有 他那时候是有女友 而且是固定 而且大家都知道同郎灾 可是他想这个有什么 我跟你讲 有些女生就觉得说 哎呦 你对我有意思 哎呦 一天 两天 三天 你又偶尔投个饮料给我 哎呦 开始就有点 就有点想说 哎呦 可能你跟你的女朋友 感情也没有那么好 所以你知道很乱 我会说你擦 其实擦好就没关系 好 后来有一次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其实还蛮大的 因为这个男朋友就说 就跟他的女朋友说 我今天要跟 比方说 另外一个女同事 我们要出去跑业务 所以我可能 我们中午不能一起吃饭 比方这样讲 好 他那个女朋友 好吧 那你就去忙这样 好啦 很妙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讲 贼心该拜嘛 那个他的女朋友 这知性美女呢 好止不止 他到中午的时候 快中午 接近中午 他想说 他男朋友叫他去什么 把那个电话费去搅一搅 把信用卡费搅一搅 多乖 他说给你缴备用啊干嘛 而且常常是用他的钱 因为那女生比较会赚钱嘛 到楼下 公司楼下的那个便利操场 一进去 他觉得 怎么一个背影身影 怎么那么熟悉啊 怎么跟一个女生在调情 在那位关东族 你知道 你一口我一口 那个是谁啊 结果一看不得了 他的男朋友耶 他男朋友在跟另外一个女同事 女同事在调情 然后你知道他当下做什么 一定像我们这种个性 一定上前说 你们在干什么 是不是来啪啪两个巴掌 对不对 那你下不了台 如果是我们的话 他没有耶 他做什么你知道吗 看得很没效 账单搅一搅之后 走到那边说 搅好了啦 就走了耶 还走过去说 搅好了丢给他 就走人了耶 那怎么办 这个男生想 那被抓包了 就男人最坏 回去干嘛 下跪 说没有 我没有 你看错了 我没有怎么样 没有怎么样 好 这是从婚前就开始 当这个男生最坏 坏在什么地方 后来居然 还连这个知性美女 她的就是至亲好友 的这个女朋友 身边女朋友 居然后来也爆出来 说去曾经骚扰人家 曾经生出 就是有意图 意图就是说 也要来一下这样子 这个事情不得了 当然啊 后来就 等于是说这个知性美女的 这个亲朋好友 也跟她的亲爱的老公 闹得乱七八糟 因为他们觉得说 你要主持公道 你这个老公也太夸张了 结果搞了老半天 这个女生 你知道她做什么动作 虽然大家都看他们关系 好像有一点 现在开始比较陷入这个低潮 然后是那种冰冰 就是很冷战的时期 可是问题她也是选择什么 站在老公那一边 就好像我们会 为什么老是出事 就是老婆还是站在老公那边 这个知性美女 也是站在老公这边 就是说你们不要再乱讲话 乱讲话我就要告你们 大家都闭嘴 所以所以大家说 怎么会这样 真的 所以说这不同的故事 但同样的都是说 这些女生 她都会愿意维护她的男朋友 所以女生到底心情是什么 来 先进口号马上回来 很可疑 可能是找不到下一课 想要当舅舅 来… 这一题所有的女人都要学起来 周老师马上教大家一个 我们道教的秘法 是可以让我们女人 不再吞忍这个男人的花心 你怎么做呢 对 我们现在今天教你的是 土地婆的秘密华 漂亮 对 但是我们先强调 我不是要老婆来控制管控 或是说来驾驭 真的在驾驭这个老公 而是求土地婆能够帮忙 让老婆的心声 可以让老公听到 希望她能够自我控制 来对这个家庭 对这个婚姻 对这个感情互一点责论 对 这样好 来 我们先准备一些 那个一支齿 所谓齿的话 这个是我弄的 这个是这样子 它可以打开 但是你可以那个30公分的齿 只要是齿就好了 我要让它是心中有一把齿 所以这个齿是长得等 那我只要大支一点 就文具店的一把齿就可以了 对 一把齿 再来就是一张个人的相片 这个人的相片 就是老公的相片 不是你的相片 记得是老公的 个人相片一张 再来就是 她的衣服一件 要穿过的吗 对 穿过的旧衣服 那内衣还外衣 都可以 但是因为我们要拿到土地婆的 有土地婆的庙里面去做祈求 所以我们会在家里的时候 你要拿这个叫做檀香的蒸香 那我们先把这些东西 都要蒸 稍蒸一下 就是你不能这样子很不礼貌的 把这些东西穿过了什么 就直接拿到土地婆的供桌上面 去拜 去求 那我们这个就是要静一静 然后打那个香要针起来 那这个香要整个 那衣服什么都要静一静 这个相片都要静一静 好了 那拿到土地婆的那个庙 有土地婆的地方的庙 去做祈求 那祈求要怎么祈求呢 就是要我们要念一个祖祖祷文 要跟土地婆叫 说奉勤奉勤 土地婆为我来祖祖 卡大 蓮花 薄薄薄来 这个就是土地婆你就导导来 手提关子你就讲牌 讲牌 这个好听 这个好听 就训她 对 我们老公什么什么人 就是你老公的名字要念出来 他心中不规矩 他心中都常常在想外面 那些阿十部的女人 对 不规矩 不过家庭是乱乱来 就是乱乱来 就古古家庭 母亲都不在过 金日轎土地婆来 把我骚手做 顺我保证 这一支词就变成宝尺了 来 压她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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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她乖乖的听没嘴 这蛮好听的 对 那现在这样子好了 我们记得我们已经拜好了 求好了 那这个就是老公的衣服 那你就把它打开以后 你记得这个是要前面 把这一把尺 相片先放着 他的相片 放在衣服的胸前 对 胸前 这把尺放着 一定要压住他 记得要从外面向里面 通常我们折衣服 都是会到外面去 就把这个领子在前面 那我们现在是把这个整个 把它压过来 压过来 往里头包 对 往里头包 这样子 压过来 这样压好了 那你记得拿回家 放在哪里 您家的衣橱里面 那上面最好呢 再拿一件你的衣服 就是女生的衣服 拿你的衣服 压在她的衣服上面 把它收在那个衣橱里面 看不到是衣服两个衣服 压子 就是你的衣 背她的衣 说我衣服带你衣服 你看到我 就头部 垂垂垂 好简单 好 这个好 就这样子就好了 很简单 真的 一定要试 对 徒弟公庙多跑几间 好不好 来 黄安夫老师要帮大家看一下 什么样手面上的女人 她就是很可怜 她会去隐忍男人的花心 你干嘛讲人家很可怜 人家输 很辛苦好不好 这种事情能够忍吗 大部分人都是忍不住好不好 不可怜的很少 主要特殊的人 好 我这列出 大概都是比较可怜的 好 第一个 我从这个隐忍力 百分之六十的开始讲起 这种女人我们常看到 常常被先生欺负的 就是怎么样 鼻子比较小 然后三根比较低线下去的 因为鼻子 它表示它比较没有自尊 或者比较没有自主力 或者都完全说 算了 已经我没有抵抗力 老公要怎样就怎样 逆来顺受 所以这种常常给她的老公欺负 她的隐忍力是六十 那我们刚才看的小内有没有 小内鼻子不小 你们注意看一下 所以表示说 她现在的隐忍可能只是一下子而已 或者是目前的现役局势不得不 我认为长期而言 她不是属于隐忍型 而且九把刀很听她的话 也是后来说如果再犯的话 她们可能一定有什么手段会出来 不是说完全我没有意见 没有主见 我躲在背后的 应该还不是 小内鼻子还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好 这第一项 我们看第二项 隐忍力更高了 更忍的是什么呢 胸怀大字就是这个地方 中心点这里有个字 一定要中心点 中心点 老公做的错事情 她能够完全的原谅她 所以这里面 这里面我现在四项里面 只有这项才是真正的原谅 她就是有那种心胸 认为你先来去玩一玩 以后你还是会回到我身边 我目前就让你过 这一关让你过去吧 以后再说 所以这四个等一下这样 只有这个才是真正的 就是放开她 原谅她的 那下面这个不是那么简单 下面这个隐忍力越来越高 但是不简单 这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智慧线长而转折 一般三条线 是有点都是弯曲的 但是中间这条线 看得很清楚 有转折的话 表示她心机很重 心机很多 很会想 就是目前我原谅你 但是她一切的手法 都一定要想好 老公既然这样 例如说钱 她全部全部唠唠地掌握住 你去玩吧 看你能玩到什么 或者小孩子的什么各方面 全部掌控好 然后有一天 等你老公没办法说 她一定会报复 她的报复当然是 各种方法都有 就是基本上看到 你老公现在没有办法 老公现在她长得帅 她现在嘴巴还长得甜 她会乱来 暂时忍你一段 但是之后可能就 你看看我的手段吧 没有简单放过你的 这种是比较可怕的 也不是可怕 她其实也很可怜 最后一项 我把她迎忍力列成最高的女孩子 她的耳朵是这样子的 耳阔不明 就是我们耳朵外面叫轮 里面叫阔 轮是代表对别人 阔是代表对自己 那对自己正然不明 就代表是对自己 这没有自我 不求有功 但求无功 你老公不要骂我就好 回家乖乖有回来就好 你在外面随便你怎么样 我就是忍耐 我就是忍耐 随便你怎么 欺负都可以的 这种女孩子真的是可怜的 这里面最可怜的是这两种 这种鼻子小的 或者说耳阔不明的 就是老公不要讲我 不要骂我就好了 你要怎样就随便你去怎样了 所以比较受委屈的是这两种 谢谢老师 接下来问一下文婉 圈内有许多爱玩的男人 毫无避讳的外遇 他们老婆是怎么样心情 其实通常我们看到这种 这些例子 有些老婆我们知道的 就是花钱 来就是帮你钱花光了 我就很爽 对不对 然后有些可能就是 开始这个把心里面 寄托在宗教 可是我要讲这一个 她的先生在圈里面 算是一个才子型 非常非常有魅力 可是先讲就是说 这个太太 其实在她怀第一胎的时候 她就受到很重的打击 因为她发现她的老公外遇了 好 那从此之后 她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 然后之后 她就开始在老公身边 安插什么 眼线 这些眼线 三不五十就来跟她讲说 最近不得了 有谁谁谁 公司有谁谁谁 哪一个女人 靠近你的先生 对你老公有意思 你要特别特别注意这样子 那你知道吗 她通常都做什么事情 因为人家去收集情报给她 比如说她知道说 最近有一个A女 黏着她老公 跟她老公出双入对 她就会偷偷偷偷呢 她也不会作声 也不会发作 也不会发脾气这样子 她就偷偷去看 那个女生长什么样子 结果一看她就觉得 长得好普通啊 身材怎么这么烂 可是一般我们回来 袁佩可能就说 你跟我讲清楚 你跟她什么关系 知道她回来不是 她就把自己 比方说整这边整那边 然后可能下一次 又听到老公跟B又怎么了 她回来又弄别的地方 所以她永远就是 她对自己极度没有自信 她明明知道说老公 外遇的对象都不如自己 其实要先讲 她的太太很漂亮 我们大家都知道 很漂亮圈里面的公认的 可是她就是这样 她回来就是把自己 一下子抽职 一下子弄脸 一下子又去垫哪里这样 弄到完全就是已经走中了 不是她的样子 都没心她的心 好 重点来了 后来她讲说 可是她老公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 又疼爱她 又回到她身边 还是就是对她 就不理不睬 外面的女人还是很多 后来其他身边的姐妹 她就提醒她一件事情 她说我不管啦 她旁边的女生都没比我漂亮 她到底怎么搞的哪边出问题 我这样东弄西弄的 哇哭的稀里哗啦 她那些姐妹 她提醒她一句话说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老公要的是心里的OS 不敢直接跟她讲 你老公要的是真的女人 是要一个就是自然的 你把自己已经弄到是一个假人了 可能没有人敢跟她讲真话 所以就一直一直那个循环 她只要发现她老公外遇 其实大家只要注意到说 她最近哪边眉毛又不一样 她老公一定有问题了 她又去弄了什么 她老公又偷吃了 就是这样的循环 很可怜的 心心广广马上要回来 嗨 来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故事 廖老师要讲 有一个女人长期对老公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后来不但盼不到老公回来 就还赔了大好的人生 一开始就说 他们是青梅竹马 大概13岁就在一起 是邻居而且是同一个学校 13岁 然后这个女的到那个 就是在跟男朋友一直交往到30岁 都还没有结婚 但是为男友剁了七次胎 因为男友坐的时候都不戴套 17年 对 就是就那么30岁不结婚 为什么呢 这个女的就是说是个独生女 你说她很任性 然后也不做家事 不洗碗不打扫什么都不做 就是家里有一些资产 上面留下来几栋房子 所以她是独生女 所以父母就很宠她 那当然会有一些小性子 譬如说 夏大雨你要来接我 他骑摩车会 会临到他 还是叫他骑摩车要来接他等等 那么这个男的呢 就是说也就是到那个 譬如说毕业退役以后 去一家公司上班 就碰到一个女同事 刚好跟这个女朋友 完全不一样的 长得非常可爱非常甜美 家里很穷 所以穷 因为她孩子就是说 姿态比较低 非常温柔体贴 所以她一下子就被她迷住了 觉得那个女朋友 好像就是一个公主病这样 她就很死 就跟她在一起 但是这个 她原来女朋友 是完全不知道的 可是呢 那这几次呢 前几次她父母都有在说 该结婚了 你们从十三四岁在一起 这男的就说 就是都没有在鸟他 结果呢 是那个 这个那个 女方的那个 阿公 好像就是死掉以后 那爸爸就把这个男的 叫过来 就说 不然这样 你会拖到三十岁了 你如果不来带的时候 你要带你就帮他来 就帮他 不然就 我们就带一带一带 那带的时候要带两栋房给你 下方两栋房 对 所以男的考虑一下 就决定要结婚了 白日内要结婚 但是必须对这个 对啊外面这个 也带人来上摩帖什么东西 什么都做 该做的都做 做得很勤快 白天做晚上又跟她的女友做 因为这个男的很强就对了 然后她就跟这个女孩子讲说 我把人家就从13岁到30岁 一定要娶人家 不然一定会出人命 她就说 不是她死就是我死 就是说她会被干掉这样子 然后一直安抚这个女的 然后她说 但是她的个性那么不好 我只要先结婚 过几年我就离婚了 一定会马上离婚了 因为她个性太不好的 然后为了安抚这个女孩子 当然就是带她去预约蜜月旅行 就是蜜月旅行 一个礼拜回来以后 才去办婚礼 去结婚 跟小女朋友去蜜月一个礼拜 然后回来再跟老婆结婚 这个老婆都不知道 这个老婆就是很娇重 她也不会去 她想你跟我这么准 你怎么可能 从小青梅竹马 这个就是有点 就是有钱人家的女儿 拍伺候 结果呢就她回来结婚 对不对 就蜜月对不对 也没有蜜月 对对 也没有蜜月 就是结婚的第三天 她就出去了 出去之后也没有打电话 手机什么都关 太太找不到她 对 然后其实就是跟这个女 就去安慰这个小女友 跟那个小女友她是同事 所以等于小女友的关系 跟地点太好了 就一直结婚以后 就是出去之后 太太去找才发现说 原来她有这么交往 这么久的女友 然后你知道吗 就开始吵闹嘛 她吵闹也没有用 所以这个女孩子 花了两三百万去做法 找真信社 找律师去问 反正做法都没有用啦 最后呢 最后是怎样 因为这个男的也会暴力嘛 也会打她嘛 有时候就吵架的时候打她 结果后来女的自己 患了一种病 就说走路的时候就会跌倒 就是大概有点 帕金斯的前面的那种病 然后呢 男的就开始就跟她 对她更不耐患了 就 不是 然后这个女的 小女友说说 因为太急了 小女友不是就说 你什么时候要离婚 可是眼看她第一个小孩生下来了 还有生小孩 对 那小女友就说 那怎么办 她说 因为他们家就是她一个女孩子 所以她第一胎女孩子 我还是要给她生 生到男孩子 我才能够走掉 拖得了生啊 结果到怀第三胎的时候 小女友终于自己觉悟说 她不可能娶我了 所以闹得很厉害 然后男的就偷偷 因为那男的薪水也不少 就偷偷给了她一笔钱 然后那个女的就迟迟 就离开去嫁别人了 这个关系十几年才了断 这了断以后呢 那个太太以为说OK了 没有 先生很快又去搞到一个 按摩的小姐 小三小四一大堆 最后这个女的 自己得到病以后 先生对她就很不好 完全不理她 她就搬回娘家去住 然后就是